所以说呢 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你怎么这么不矜持啊 这就不矜持了 那我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不矜持 我就不知道 加一点点花椒让它提味儿 少加一点就行 再炖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一会儿还要再放点酱油 没了呀 我去拿 怎么了 太辣眼睛了呀 天哪 我明天不会找真眼吧 他们两个 其实一点都不般配 你说什么 你说我们家千语 配不上你们家单君浩 拜托 那是因为你们家单君浩 对我们家千语死缠烂打 有时候看着不般配的 可能才是最般配的 太辣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单君浩的 原来子谦想以这种方式离开 而邱董和林董也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子谦就算再恨我们 也不能毁掉父辈们的心血 连锁商超项目只是个开始 但是如果森威尔一旦录入Marvel之手 后果不堪设想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我只是不希望官媒开发项目被影响 太初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山夫人 不客气 现在只有一个人 能劝子谦了 芸衣 芸衣 妈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你知道吗 子谦要把她名下所有的股份 杜妹给Marvel 什么 她不是只打算跟Marvel合作 连锁商超的项目吗 这只是她跟Marvel的试水合作 为后续的股权转让做铺垫 事实证明Marvel的背景很深 暗地里还操作了很多 非法洗钱的业务 包括连锁商超项目 不可能 子谦不会参与这种事情的 好 这个是子谦和Marvel所有的 信息来往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你从哪里查到这些的 这一定不是真的 我确定 好 子谦对这件事是不知情的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她只是跟我说 她会尽快处理好公司的事情 然后我们会离开 可能因为当年的事 子谦很恨我们 也恨森威尔 所以她选择 卖掉森威尔 芸依 你一定要回去好好劝劝子谦 现在也只有你的话 她才能听得进去啊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一定会劝子谦收手的 现在还没有签约 子谦现在退出也来得及 就怕到时候不能全身而退 连锁商超项目的投资金额 高达一百亿 一旦她陷进非法洗钱业务的泥潭里 她将面临的 是严重的刑事责任 来 喂 子谦 芸依 我想好我们去哪儿了 墨尔本怎么样 她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墨尔本不错 我还挑了好几套房子啊 有庄园别墅 还有花园别墅 我给你发过去 你快看看 好 你在做什么呀 我出来走走 顺便喝杯咖啡 对不起 没时间陪你 公司的事情 我会尽快处理完的 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你忙吧 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好 好 你到底想做什么 敲门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真的学不会吗 我详细核算了一下 我详细核算了一下 连锁商超项目的实际预算 我发现跟开发案中的数额出入巨大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有什么权的让我解释 张弥翰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悲吗 你说三卫啊 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它只不过是 利益建构的空壳而已 你到底什么意思 出去吧 所有的事情 按照计划进行 来 不是 这是谁啊 我怎么知道啊 这 这是谁啊 山总 尚夫人 大伟 你怎么来了 我带了个人过来见你们 行啊 山总 山夫人 你们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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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 Ponlen 云姨 云姨 我回来了 我给你发的邮件 你看了吗 我正在看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套 我觉得图拉克的那套特别好看 房间布置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你 云姨 你在想什么 子芊 我有一些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啊 你说 答应我 你会告诉我事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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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